刚才这一个课程的部分老师放了这一个HTML的语法 你可以点进去 它是一个网页 好我们点进去哦 查看原始资料 它是一些基本的那个HTML的语法 那我们进来之后啊 首先第一个就是结构 还记得我们今天讲的结构吧 进来之后 好 这个就不要理他嘛 我们先看HTML开始到HTML的结束 他前面是宣告 这是他的宣告图皮 那个档案的格式 这不用管他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 前面的地方是HTML开始结束 Hand在这边 然后这是body 同意OK吗 这是可以去分开的 分开的部分 所以这是title的地方 我们今天教的 还有H1跟P都教过的 好所以这是他的基本的语法结构 那我们直接看basic这边 进来后你可以往下看 它这里呢 就会开始跟你讲说 如果我在这一页中 我的文字要加什么内容 它就会帮你把它打上去 所以是H1 今天教的H1 所以下方可以看一下预览 它有分成H123 有没有 这个 所以你可以try it yourself 点进去 它出来就长这样 它是用这个网页编辑器的 你看这里 长相是这样 那出来就变这样 这样了解老师的意思好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 语法套用的时候的状况 好这是基本的 来往下看 下方之后开始就会提到的其他的语法了 像image图片我们今天教的 图片的部分的话 它的tag是用img 所以这一行看得懂吗 跟老师讲 这个是什么意思 白话文说明 这张图片的位置 跟网页放在一起 是在 它的党名叫 w3schools.jpg 对不对 alt呢 你会发现他们放的位置有点不太一样 刚才我们的是不是这个放在最后面 没有关系 它只要是alt等于什么东西是独立的 跟前后空格隔开即可 所以你的高就算放在前面也没有关系 这样知道吗 主要是红色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参数 你看都是红色的 你只要不要放在image前面就好 知道吗 img是宣告开始嘛 后面是四个引数的位置 那四个引数你要怎么摆随便你 但是他们呢 一定有一个规则性就是 每一个每一个直接要一个空格隔开 解解好 所以它放在前或放在后 其实倒无所谓 好 那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把路径放前面 后面就是它的参数的 然后宽跟高度一般是放在一起 所以你的替代文字放前面或放后面 其实都可以的 好 所以它的替代文字就会出现这一个 好 w3schools.com 然后宽度是104 高度是142 那你发现没 引数们都是用双引号隔起来 双引号双引号双引号 这样了解 所以这一行要看得懂咯 OK 下一堂课开始会讲一点点的HTML的 A A就是超连结 所以我们之前是不是教你超连结过了 超连结就反白嘛 好 就可以做超连结 但其实超连结的语法也要看得懂 好 所以我们在讲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部分再拉出来讲 那再加功能上去 这样可以好 好 剩下一点时间把今天的作品备份一下 来 要重回去的资料